首先,多謝大家參與這個營申會 在一個這麼艱難的時候 也幫助我們的基層兒童 代表保天,多謝大家 今天這個網上的營申會 也是我們的首次,我們有嘗試 今天我主要是講我們異師的心態 我記得在上個月,我上個月在美孚 在星期間,坐在等待人的時候 有一位異師走過來,問你是否陳校長 我說是,通常這些情況我都知道 都是保天異師 那位異師呢?他自我介紹,真是保天異師 他找我做什麼呢? 原來我和我聊天 他有一個學生 他都相當惆悵一下,什麼事呢? 他覺得已經補了大半年了 似乎那個學生的成績進步不大 有時供課給他的課業的完成 亦都不太好 他就很自責,覺得我是否幫不了他呢? 那可以怎樣呢? 我當時亦都分享了一些看法 因為這一種的擔心或者這一種的憂慮 是我們保天異師都經常會遇到的 那我跟他說什麼呢? 我跟他說的是,在我們補習的過程之中 我們往往都會遇到 那個學生的表現其實是未盡於人意 或者未盡於己意 因為我們可能有一個預設的標準 但是學生的表現又未必能夠符合我們的標準 但是這一點不符合標準其實是正常的 因為我們想想一下 其實什麼的學生才會來到我們補天去做這個補習呢? 其實他本身的學習已經是遇到相當多的困難 他的成績亦都是比較弱等等才會來到我們補習 我們其實很難就是一下子令到他的成績突飛猛進的 甚至上他就算有所進步 但是他在學校的考試都可能仍然都是包尾 或者仍然都是很厚的名次的 那麼在這一方面我們要有這個的耐心和耐性 去讓他慢慢去到改進 讓他慢慢去到進步適應的 這個是要有一個過程的 所以不需要太過心急 如果你發現我們的學生的學業的進展比較緩慢 這個也是正常的 正正就是這一種的學生 他的學業的能力比較弱 他的進展比較緩慢 才需要我們補天的儀師在學校以外 繼續去幫他一把 所以首先我都希望 比如說你是新的儀師 你剛剛接了手 有一個學生 都可以記住這一點 就是慢慢來給一些耐性 第二樣東西 其實我都跟他問那位儀師 學生是否會每次都來呢 他會每次都來 每次都來都會聽他指示 這一方面我覺得已經很重要了 因為其實在補天的學生 他需要我們耐師的幫助 不單單只是學劫上的幫助 其實他們在他自己的生活上 甚至在家庭上 成長上 都有很多疑難和困惑 但是這些疑難和困惑 他們沒有辦法在學校的老師身上 找到的答案 因為很忙 或者他們是屬於被忽略的一群 他們不是聰明的學生 老師也不會有太多的時間去聽他們說的 在家庭他們的父母可能也需要尋找 或者本身他的教育程度也未必高 也都不懂得怎樣去跟他分析 而異師是成為這一群的小孩 唯一他可以依靠 或者唯一他可以去尋求指引的一個途徑 所以當我們跟他補習的時候 我們很多異師都不只是在學業補習 而很多時候都會是一種心靈上的聆聽 或者一種生活上的指導 在這一方面 我們的異師反而是做到 譬如說我們在說傳道仇業解劃 解這個人生或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的價值和功能 所以在這一方面來看 我們會看到我們要看學生的進步 或者他的改善 又未必就只是在學業學習方面 其實他那個深性的成長 對人的信任 他對自己的自信的提升 或者是跟異師相處之間 他找到自己的目標 找到自己的方向 這個也都是 甚至上是更加是我們異師的價值所在 所以新的異師加入我們的保天團隊 就非常感謝大家 日後我希望大家 我們都可以抱著這樣的心態 去跟我們的學生繼續潛行 其實陪伴都是我們保天異師 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即是不厭其凡 但是我經常強調 來到保天尋求 補習協助的學生 大多數他都是比較孤單 大多數比較忽略 他會覺得在他的成長過程之中 其實沒有什麼人會理他 沒有什麼人會關心他 沒有什麼人會理解到他 我們的意思就是扮演了一個 我會關心你 我會理解你 我會給你無限的耐性 慢慢去進步 我會用不同的方法去幫助你成長 我做這件事 我不是為了交差 不是為了上班 不是為了份量 而是我真是很誠心誠意地 我希望和學生一起成長和同行 這就是我們保天異師所體現出來的 所謂教師的價值 最後我再一次多謝大家參與我們的異師團隊 多謝大家可以幫助更多有需要幫助的小孩 我們希望以後我們都是一個團隊 然後我們一起拍照 繼續去陪伴我們的小孩 一起向前走 多謝大家